新北市政府在市府三楼多功能及会堂 举办第四届市长以及各机关首长宣誓就职典礼 并且由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力临监事 侯友宜在致辞的时候分享他过去四年来的政绩 同时允诺新北市民 接下来会继续呵呵做事 第四届新北市长及各机关首长宣誓就职典礼 以简约庄重为原则 侯友宜在致辞时 除了分享过去四年的政绩 包括检政便民行动治理等 也承诺接下来会和团队继续努力 新北有城乡有山有海 它是一个标准的台湾 我们要怎么做得好 所以我上任以后念之再之 这是我对市民朋友的形容 我要好好拚一个安居乐业的好生活 那时候我提了三个方向 检政便民 行动治理 智能城市 担任监视人的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 对于新北市政府过去四年来的建设相当肯定 无论是公共托育政策 都市更新等方面都让市民很有感 我市长过去 不只是在三环六线有非常大的进展 同时把温阿准 除了都 听了都很平安顺熟 同时在 公共托育上 也是做出非常好的成绩 得到行政院两度的政府服务奖 葛机关首长也在典礼中宣示就职 除了大部分首长继续留任之外 也不乏有许多新面孔 侯友宜期许新的团队能够一同努力 为新北市民奉献自己的专业 记者沈志宏林景于新北市采访报导